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梦想改变我的家乡 梦想为我的家乡发展 做出一些贡献 你当时从外地 准备放弃月薪两万的工资 回来做农业 家里人什么态度 家里面的人是非常非常反对的 特别是我父亲 我父亲认为 我放弃这么好的工作 回来做农业 做新农人 没有出血 并且还多次召集家庭会议 把我几个姐姐召唤回来 怀疑我有神经病 要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你想回来 家里人觉得你这个选择不对 对 最后呢 我们家乡还多数以农民为主 我得到医院上去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做我自己能做的事 然后回来就帮助贫困户 销售农产品 我会通过短视频 自媒体的形式 电商 直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 了解我家乡的文化 以及特色 从而来推广我家乡的特色农产品 老百姓愿意配合你吗 老百姓刚开始是不愿意配合我的 他们当时给我取了很多不好听的外号 比如说瓜腕 少腕 就是傻孩子的意思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这已经没出息一辈子了 我还要去做他们重复的事情 他们在他们的传统观点里 认为我们新农人是没有前途的 他们不相信 我会跑到他们的家里面去收农产品 有好多农户住在山上的 那因为我力气比较大 我就自己扛啊 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翻山越岭的 最辛苦的时候什么样子啊 有一次车坏在路上 然后感觉很无助 因为家里面也不理解 所以给朋友 因为创业的时候 好多朋友也就慢慢地远离我了 感觉在这条路上 我是一个人 觉得你走不远 不 我一直觉得我走得远 现在更加坚定了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 国家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优惠政策 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 针对贫困户的销售 有比例型的奖金补助 这老百姓要是有败卖不出去的 都会主动来找你 是的 我会通过短视视频 自媒体的形式 电商 直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 了解我家乡的文化及特色 从而来推广我家乡的特色文化产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